就是说是同修发现别人和我们谈乱其他人的是非 尤其是学和人在学别人是非的时候 我们会喊不开心 这个不开心的原因是我们有护法神保佑 是护法神不开心 还是我们还是身上有灵性不开心 或者是我们干净的百姓不接触那些负能量的气场 是这些原因吗 都有 你分析的很对 三个都有 比方说人家跟你说是非了 这个是非伤害到你的心了 那么你自己本性不开心 那就说明你不能接受负能量 对不对 不能接受负能量 对对对 还有的人人家来跟你说佛法当中的是是非非的 那护法神首先你如果有护法神在身上 护法神不开心 你说你能开心吗 不开心 好了就是这样 所以一个人少接触那些经常跟你说三道士的人 这些人我告诉你 真的学佛学佛学的好的人 人家永远不会去交这种朋友的 整天一开口就 我跟你说呀 这个人不好啊 那个人怎么 这个人讨厌 这些全是散发出来精神垃圾 你只能把精神垃圾全部倒掉 或者没用了 明白了明白 那时候有的同修和同修之间 有的同修喜欢接触这个同修 有的同修不喜欢接触这个 是不是也是我们自身的这种气场的感觉呢 是是这样理解吗 完全正确 人以群分物以类聚 都是这个道理 你想看好人跟好人在一起 对不对啊 现在心灵法门在全世界口碑一流 我可以告诉你 不管很多其他的法门都是说心灵法门的 这个义工非常的善良非常的好 对不对啊 实际上这个就是什么 真能量 对不对啊 你看我们首先不跟人家法门做任何的评比 也不跟人家斗 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是知道佛陀是无争的 所以我们学佛陀不跟人家别人争 就算人家诽谤你 人家时间长了也知道 诽谤骂人的人一定是个坏人 对不对啊 人家北方你不是在骂你吗 骂你你不还口的人一定是个好人 被人家骂 人家整天这个人去骂这个东骂这个西的人 一定不是个好人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正能量 所以你今天交这个朋友 我可以告诉你 现在看人太容易 你想人家告诉你说 跟你介绍个朋友 你就要看他交的朋友是谁 介绍 帮他帮你介绍的朋友 这个人怎么样 你就知道你这个以后要见的那个 女朋友或者男朋友是怎么样的了 我举个简单的 今天一个吸毒的男的说 我跟你介绍个男朋友给这个女孩子 你说你敢要啊 不敢要 就这么简单了 对不对啊 就这么简单了 不敢来 又不敢说 曼哥 我们的 Veterans 刚刚才能 我 你这样的 想的